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赫君强近日遭到葛思奇爆料 先前在酒店帮好友张勋杰过生日的时候 竟然当场与酒店没舌吻 还对张勋杰动手并狠呛对方 没钱的人就好好做事相隔几天 赫君强于23日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强调并没有与第三人有乐举行为 不时的报导也深深影响到赫先生与家人的生活 对捕风桌影是 赫先生不愿意多做回应 而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目前已经开始进行相关法律的程序 对此葛思奇则立刻转发声明稿 并回应表示 我尊重赫君强先生的法律权益 我会虚心面对谢谢指教 一切交给司法处理 自己也不好再多做什么回应了 不料葛思奇随后又重新编辑贴文 并写下确实原本是一场单纯庆生 我也不想再造成人家困扰 原本开开心心的事情 被一场直播搞成这样 我也有些不好意思 对自己直播结束后 爆料人事后看到新闻 主动向他表示当天喝多了 向他说了什么也不知道 自己现在真的很无语